生无可恋的女人准备自杀 她在酒店的房间里吞下了大量的药片 然后躺在床上静静的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当她正在阎王殿门口瞎溜达的时候 阴间招生半主任待着手下赶了过来 主任一翻生死簿 发现女人的大线还没有到 于是便把女人发回了阳间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 见鬼的第二部 琪琪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夫王哥 眼瞅着到了王哥的生日 在泰国旅游的琪琪准备送心上扔一份礼物 但不知道为什么 王哥在电话里对她的态度非常的冷漠 加上王哥承诺的离婚一直没有动静 琪琪伤心欲绝 便打算用自杀的方式逼王哥离婚 本就没有打算真死的琪琪 在自杀前特意跟酒店的服务生交代 一定要在八点钟准时叫醒她 在吃下第一把药片之后 琪琪再次拨打了王哥的电话 暗示自己正在做极端的事情 但电话那头的王哥听的是心不在焉的 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心如死灰的琪琪又吃下了一大把药片 她的行为很快便引起了阎王爷的注意 阎王爷一声令下 拍H2的主管马上前往酒店收人 但由于琪琪阳寿未尽 主管只得带着女秘书兴兴而去了 琪琪虽然没有死在酒店的房间里 但对于酒店来说还是很晦气 他们给琪琪换了房间 然后请来高僧做法 按照保洁阿姨的说法 因为有人自杀 所以把鬼给招来了 邪门的是 自打琪琪自杀未遂之后 便拥有了火箭鬼的能力 虽然她自己还不知道 但是却把出车司机吓得不轻 回到香港之后 琪琪继续尝试着跟王哥联系 但她可不知道 一个鬼魂已经悄悄的盯上了她 为了搞清楚王哥 为什么不接自己的电话 琪琪来到了王哥的工作单位 看到王哥显得心事重重 根本不愿接她的电话 那个一直盯着琪琪的鬼魂 显然是不怀好意 趁着琪琪洗澡的时候 就下了毒手了 琪琪在去看病的时候 老中医发现琪琪已经怀孕了 这个消息对琪琪来说是又惊又喜 她开始纠结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了 地铁站里琪琪发现一个女人 不停地盯着她看 这个女人行踪鬼魅忽影忽现 把琪琪聊成的心神不宁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女人在琪琪的注视下握鬼自杀了 但诡异的是 警方并没有在铁尾上 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在多次跟王哥联系魏果之后 王哥终于现身了 琪琪质问王哥 为什么一直躲着自己 但王哥始终不肯说出原因 晚上琪琪在回家的途中 遭遇了变态男 就在变态男准备试报的时候 旁边的那条狗实在看不下去了 大声斥责了变态男的禽兽行为 而就在这个时候 诡异的现象突然出现了 当琪琪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医院 据护士的描述 变态男的脸昨晚上被琪琪给咬烂了 一下子缝了四十多针 可这一切琪琪根本就想不起来 也不认为自己的牙口会有那么好 转眼琪琪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在上课的时候 琪琪认识了孕妇周太太 琪琪刚开始认为 坐在周太太旁边的男人 一定是周先生 但周太太却什么也没看见 原来这个男人 竟然是周太太那位 死去多年的老爸 这个时候 琪琪才意识到 自己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电梯里一名孕妇马上就要生了 此时琪琪看到 一个要转世投胎的灵魂 正准备进入到孕妇的体内 但由于胎儿窒息死亡 这个灵魂转世投胎的希望破灭了 对于自己看到的这些现象 琪琪专门去拜访了大师 这位大师一脸的横容我 一看就是刚从黑社会跳槽过来的 大师说正因为 琪琪在鬼门关溜达过一圈 因此才能看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琪琪向大师寻求破解之法 大师让琪琪顺其自然 意思是他也没法 接下来琪琪开始不断的见鬼 卫生间里出租车上 公共汽车站 把琪琪吓得是花枝乱颤 很快 琪琪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在和周太太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发现周太太老爸的鬼魂 正打算投胎到周太太的孩子身上 琪琪在做B抄的时候 突然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女人的脸 而这个女人 正是她之前曾在地铁站见过 并且当着她的面卧鬼自杀的那个女人 对于这种现象 琪琪再次拜访了那位一脸凶像的大师 大师说每一个怀孕妇女的身边 都有一个等着转世投胎的灵魂 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就是灵魂转世的时候 而转世之后的灵魂 也根本不记得前世的事情 大师的这套封建迷信的理论 可以说已经相当的成熟了 把琪琪说的是身心不一样 为了搞清楚 那个在地铁站卧鬼自杀的女人 为什么会盯上自己 琪琪请自己的同事小曾帮着调查 而与此同时 琪琪用假自杀的方式 想把那个女人给引出来 女人的目的是 投胎转世在琪琪肚子里的孩子身上 她当然不能让琪琪自杀 于是便一脚踹翻了琪琪的椅子 可不管琪琪怎么骂街 这个女人始终不肯现身 很快小曾就查到了 正是琪琪曾在地铁站见过的那个女人 随后琪琪按照地址找到了女人的家 一开门琪琪查眼了 原来这里居然是王哥的家 要说这琪琪的心也够大了 跟王哥好了那么久 竟然连王哥住在哪都不知道 两人坐下来一聊琪琪在得知 那位自杀的女人竟然是王哥的老婆 原来琪琪和王哥的事 王哥的老婆早就有所察觉了 琪琪在泰国酒店喝药自杀的那天 曾给王哥打过电话 也正是那一天 王哥的老婆因为受不了老公的背叛 刺激蛮大的内疚自责悔恨 此时的王哥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而急火攻心的琪琪 也因为过于激动出现了早产的现象 住院之后 琪琪亲眼目睹了周太太的老爸 转世投胎在了周太太的孩子身上 这一幕可怕琪琪给吓着了 为了不让王哥老婆的灵魂 转世投胎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琪琪决定跳楼自杀 但连续两次都被王哥老婆的灵魂给阻止了 最后琪琪实在是跳不动了 索性也就放弃了 而王哥老婆的灵魂 也顺利的投胎在了琪琪孩子的身上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受唐诗压惊 既然对方有家庭 那就不要再知情 天涯何处无芳草 咱换一个行不行啊